我很享受演戲 我很享受演每一個角色 你真的推我做鴨嗎? 以後康小姐 就是我們博姓娛樂部的Hat 兩年光景你會悔改, 重新做人 尤其是當那個角色得到人認同 那種滿足感是用錢也賣不到 連帶到我自己的生活 其實至今, 我覺得我儘量抽時間 享受活動 通常巴士一開的時候 會有很難的引擎聲 接著就有NG 阿黃, 吃飽飯, 不要跳 又累我們NG了 對… 湯仔, 過來… 過來… Sony, 你是嗎? 有誰?Sony… 好, 接著你們上車 好, 吃飽飯了, 吃飽飯了 你應該吃飽飯了 明天發飽 好… 記住打, 要不要吃飽飯了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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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這裡不走安山區 就是我住在這區 為什麼這麼多名人出現呢? 當然有好東西吃 我打完球時也會來這裡吃東西 為什麼你會來? 因為你介紹給我的 對, 有好東西吃, 接著來 不用介紹吧, 這位… 我也要的, Jackie Tenny, 我也會的 我們今天吃什麼呢? 吃燒鵝 對, 燒男仔 燒男仔, 但其實這樣不行 我其實已經很餓了, 對吧 沒錯, 有點意義 我很想吃燒鵝 通常約飯都要在尖沙咀、中環 我怎麼這麼遠來到這裡呢? 馬安山 對, 街坊 每次來這裡吃飯, 見到一大群街坊 感覺就像見到老朋友那麼親切 所以我也很喜歡跟家人來這裡吃飯 早安… 通常我來這裡吃腿下面這塊肉 這裡有一塊 我喜歡吃肉, 看起來有多肉 沒錯, 我嘗嘗你說那塊最好吃 我只能夾給你, 乾杯 通常燒鵝, 剛才師傅說 那部分和背的部分是最好吃的 燒的時候, 所有醃料都在那部分 那些外賤都扭了東西 只是塗在裡面 四顆左右 好 這個裡面叫和醬, 只有茶裡面 就是讓它們這樣分出來嗎? 不是, 燒得夠火, 要焗出來 就會焗出來, 焗得很香 還有蓮汁 蓮汁不行, 我拍廟水人心的時候 不行 對, 很多汁跟這些汁 不一樣 這些叫做鵝尾汁 這些叫做鵝尾汁 燒鵝多時都吹脹了鵝 我看你現在… 吹了 吹了, 吹了, 你已經吹了 吹了, 怎麼吹? 吹了 吹了, 令它定型 我每次怎樣吹, 拿著兩個鵝 不是, 在鵝尾汁吹下去 但現在用機器吹了 吹到一個球 對 這個位置吹, 吹空氣進去 吹空氣進去 對 現在上啤水 對, 上啤水, 在這裡吹乾 吹乾, 乾, 乾, 乾 通常在街上吃到的燒鵝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燒鴨 對, 但這裡真正正是燒鵝 鴨的腳比較寬一點 鵝的腳比較縮長一點 還有我的脂肪比較多一點 所以燒出來令自己香一點、滑一點 脂肪多一點就像鵝 是嗎? 所以燒起來可能很香 還有這些, 這些一定要加一點 不可以帶出每一塊鵝的香味 但是鵝跟鵝的分別就是 你可以認出鵝頭有一個雞 還有一些是鵝, 即是鵝, 鵝的鵝 又不懂得說話的鵝? 不懂得說話的鵝 是公鵝的鵝, 對… 這個鵝不知鵝怎麼樣? 我先試一試 我先試鵝, 不夠了 是嗎? 鵝皮脆 鵝皮脆, 鵝就是鵝 鵝, 鵝是鵝 對 鵝是鵝 鵝是鵝 燒的時候, 充滿空氣走出來 你慶豐 然後燒的時候皮會爆發 就會開始鬆化效果 所以刮得心頭就不可以 對, 會冒水 冒水令皮很硬 很硬, 多不行 這個就是芝麻皮的做法 味道可以令一些鬆化 吃起來的口感就有點試吃 這個鮭花餅, 爽爽的聲音 除了脆脆, 還要肥瘦均勻 精型通透, 剛六、七層肥瘦相間 剛剛好 這些肥肉吃起來真的很好吃 又不忍耐口 是 吃完兩天, 這裡就開始出來了 男仔肉 這裡, 兩邊的男仔肉又出來了 請問Kenny有什麼方法呢? 我自己什麼都吃 是 其實是那份量, 你不要吃過多 不要說我要吃完這段牌才叫五粥 兩塊, 夠了 吃兩塊豈不是很浪費 正好, 你可以做其他菜, 一些不浪費 你可以用蝦糕去蒸 我有個方法就是 吃這些菜, 叫一大堆朋友吃 是, 高興 叫十二塊, 一人一塊半, 或者一塊 還好 還有做運動 如果你想減肚腩的話 我覺得最快的方法一定是跑步 但問題像我這樣吃 肥肉, 我照樣吃 是 你吃完一頓後, 豈不是要跑很多日子 其實你長期有做運動 新陳代謝會快一點 就是快一點… 對, 所以你要經常… 不是說我吃了一塊豬肉 然後就去跑步, 不是這樣 我們剛才看到蔡少芬、維芝 他們都有吃宵夜 是 但你怎麼這麼瘦 這個我想你要問一下他們 而且現在有很多科學的方法 可以做到, 我相信 實際來說, 跑步是最快 和最有效的方法 是 這個就是分標準 這個湯的特別之處是分兩次凸 將部分的材料凸了 等到某個時間 然後再加另一個材料 再加上去, 再凸過 有很多材料凸, 給零食人味 其實為何叫佛跳牆呢 你沒喝過, 你也不知道 話說當年少林寺時 有很多爭人 怎麼樣? 然後隔壁有些人家在這裡煮 放了很多火料, 煮得很香 對, 就是把牆壁過來 然後李連傑聞到 聞到之後, 他一跳就跳了那半牆 我叫他去荷里活 好 然後他去了荷里活, 找到一間酒樓 找到一間酒樓 他站在當年少林寺時 在隔壁處處, 建了一個名字 佛應祥賤 就是李連傑建的,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不信? 蛋白蒸, 八個麵包蟹 把雞油和上湯蒸在蟹煎 蒸大約六、七分鐘 讓蟹的醬汁融在雞油和醬汁裡 然後再把醬汁拌入蛋白 再放均勻, 再放一隻蟹在上面蒸 除了吃蟹之外, 吃蛋白 全部吸收所有蟹的精華味道 我通常吃蟹鹹一定會放到最後 但我很想吃的就是蟹膏 蟹膏, 這個味道真是… 怎麼辦? 還有麵包蟹很特別是蟹膏 而且蟹膏特別是甘香 香味… 什麼叫做睡眠蟹呢? 因為這個蟹的特性 就是長期處於睡眠狀態 不動, 像睡覺一樣 好… 真的像我一樣 是嗎? 對…我當時… 老闆, 開工開了很多日子 二十多小時, 之後就變成睡眠蟹 對, 通常蒸蟹都要綁著它 經過它動, 會變成雙手腳 因為這個蟹長期不動 所以蒸的時候也不用綁著 是否因為這樣會這麼多膏呢? 少動, 所以多脂肪, 沒理由 吃完脂肪就變成男人的脂肪 對, 變成你那裡 這個循環 我老友在曹永蓮很喜歡喝冬陰宮 所以我特地帶它來這裡 看看你的冬陰宮有多棒 你看看 謝謝 過節, 今天這麼多東西 這個湯很好喝 這個湯很棒 是 泰國最有名的, 又酸又辣 浮面那些其實是辣椒汁還是什麼? 茄汁 你全錯了 原來那些是蝦膏、蝦頭 滾出來的蝦油 人家也知道, 你以為香港人吃泰國菜 吃得少嗎?當然知道是蝦油 茄汁就比較有創 你這麼說就不對了 我爸爸媽媽未必會知道 應該要多帶出來吃東西 泰國菜、越南菜, 什麼都吃 知道嗎? 開始會了 開始會了 放心, 我一定會帶家人來嘗嘗 這裡的招牌芋頭海鮮焗飯 這個焗飯最特別的就是在焗之前 首先要把鮮油、蝦和青口等等材料 用晚火快炒 焗出來的飯就會更加香口、惹味 因為這麼多材料煮完之後 飯一定已經… 醬汁的飯 醬汁的醬汁 生產品要創造 我覺得什麼都要創造, 吃東西都是 吃東西 這是芋頭飯 包兒是第一個教我很多東西 你說我說話經常有很多沙石 是 哩哩啦啦, 哩那些 這幾年他教了我之後 做事是進步了 是嗎? 是 不過 因為我以前很差 所以現在比以前好, 那就行了 是不是? 平常在家裡有煮東西嗎? 平常在家裡… 之前我也有煮東西吃 但是我…我喜歡吃這些濃味的食物 又是濃味的, 很油膩 我太太反而喜歡吃比較淡的食物 清淡的食物 所以很多時候我煮完的食物 都是我自己吃的, 大部分 譬如我煮湯也是 我煮一煮湯, 一半都是材料 但是太太從小到大都是喝清清的湯 我一煮湯, 我自己喝四天 你叫我, 下次叫我吧 好 現在反而請了一個工人之後 就… 工人喝光了 其實我帶你來這裡吃泰國菜的原因 除了有美味之外, 很久沒見你了 很久沒試過這樣坐在一起聊天 是 但很久很久 但你也沒什麼改變 你也沒什麼改變 不, 你是00年的時候很瘦 那一陣子是厭食證的 真的厭食證的? 對 我沒聽錯 現在我不會讓自己這樣 像現在拍攝的節目一樣 我盡量喜歡吃, 吃完之後做為人生 因為拍攝的節目挺辛苦的 像現在這樣, 我已經吃得很飽 是嗎? 但如果你拍攝這麼多餐, 怎麼做呢? 那次吃光了 吐喉 看著自己的照片, 親自嘗嘗 看著自己的照片又沒有… 或者看著我的照片就可以了 你不是你的照片 我最近看著誰的照片, 真是我 我知道了 身體健康, 最重要 大家好嗎? 好, 希望快點合作 我也喜歡和你合作 因為…沒壓力 不是, 他經常在近天欠缺錢 說, 煲兒吃什麼? 我本來打算吃雞批 喝杯奶茶算了 一聽到他說, 煲兒吃什麼? 他說, 穿蛋麵加雞腿 對, 其實我這件事反而戒掉了 這些東西, 客人請人的東西 自從有小孩, 我戒掉了 既然我現在戒了請人吃飯 你信不信再跟我合作? 想想 為何還在說什麼? 當然是 若快要慘了嗎? 若快要慘了 對, 找了真人 總年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滄海為主 如果有一個…真的 若有一個角色可以在寫得給你 你可以發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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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山文魚 看到那种 dz Predator 就好像ayao咬, 好像不 Dá啊 咬嘲XX 然後就很笨 虽能优托了 連魚理也沒了 你說在這裡, 好像在外國的生活 吃一個西餐 對, 那裡就是海 所以很舒服, 而且很靜 對, 很特別 甜品 想起這些西式甜品就會想起外國 很多時候我們都去到外國拍戲 拍久的時候, 通常還是吃西餐 我去找中餐, 就去唐人街 唐人街, 第一件事我真的會叫 除了點心之外, 就是乾炒牛河 外面叫乾炒牛河, 也一定會種 中國餐廳如果想去廚房學詩的話 首先就要學炒乾炒牛河 首先要學切肉 是 這要跟著紋鐵 對 不知怎樣就會… 紋 如果這樣切就會很滑 對 河粉一定要好, 下時候的時間 你也知道是有芽菜 是 炒了, 開始學手力了 開始要攪拌了 這個鍋子… 要用手力了 我記得, 我也試過 用右膝蓋調火, 是吧 然後這樣攪拌, 其實挺雞手鴨腳 所以說實中, 我想中國餐廳 一開始要學的就要學這個鍋子 還有我們中國人 我也去過很多地方拍攝 我發覺周圍也有中國人 全地球, 我遠到去巴拿馬 我記得有一次去登台 去中國餐廳 吃完東西之後 廚房後面的廚師全都出來了 林先生, 我跟你拍張照片 那種親切, 其實你好像有了一種感覺 對, 去到地球的另一邊 但原來有很多人是兄弟姊妹 感覺很親切 很開心 開心, 真的開心 最開心的是今天坐在這裡 找自己一個演戲的偶像 南寶儀一起吃餐 你介紹這麼好的東西, 很開心 其實演戲, 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我還有很多很多東西我要學 至於我怎樣去找到一些 我自己需要的材料 然後再放進角色裡 再表現給觀眾看 其實日常生活就是我的很好的教師 好, 有機會有沒有 做一頓你吃一下 好… 然後就要你做一頓我吃 當然, 一頓我吃了, 當然, 一頓我吃 好的, 謝謝, 波哥 其實吃東西真是封劍尤人 偶爾吃一碗美麗粥 清一下腸胃也不錯 所以今天我約了Bosco來吃粥 Bosco, 是不是找不到嗎 我到, 等你很久了 到了? 我也到了, 我在北街橫巷那邊 我到北街橫巷那邊, 我去找你 在這邊, 我來媳婦等你 待會兒叫完粥 就解釋給你聽為何藥在這裡 謝謝 你的… 謝謝 話說回來, 我們要在這裡吃東西 在這裡吃和那邊吃很不同 那邊吃等於四分一的外賣力 那裡就多熟了四分一了? 對, 即是來到這裡的時候 魚肉剛剛熟, 多滑, 你們來了 謝謝… 這個是我的 這是豬肉 很複雜的 又滷又軟又魚 很棒 老闆, 外搭的淨蔥 是 這是酒薑的 謝謝… 我不喜歡薑 靠蔥是否則弄到魚的腥味 所以有時候不是說 餐餐大魚、大肉 包心刺膚才是好吃的 對… 這才是好吃的 魚腩剛剛好 因為拿到過去, 多了15秒就15秒 多了15秒就不同了 所以他們盡量會在原路上 只要顧客… 不喜歡染頭髮 對, 不喜歡染頭髮 或者很喜歡染白色 他們其實在二十多三十歲的時候 已經來這裡吃 我吃粥最好是… 我覺得是燙到舌頭的最好 我也是 所以這碗粥可能很快 五分鐘之內吃完 剛才教我, 吃粥有一樣要記住 不可以不斷攪拌 在底部炒了 對, 不行 炒到稀了 對, 會稀了 又會…好像肚痛 吃碗粥也有這麼多學問 要是跳一跳樓上來, 審問一下 審問一下, 審問一下 不, 我們最初是做大排檔 在北街出面, 這裡… 這裡出面 兩邊都是大排檔 兩邊都是大排檔 但那時候沒說開這麼慢 只是做過早市 從早上六點到十一點半就收工 六幾年的時候 這邊是上環始終比較靜的地方 到那時候開始有地鐵 對, 那個商業區由中環推到上環那邊 這邊開始旺 開始旺 我們將營業時間做廚物 粥到底放了什麼迷藥 有這麼多客人 為什麼會這麼旺? 放了什麼迷藥 我們放了一些心機 老闆所說的心機 就是每晚凌晨 師傅就要開始預備豬骨 瑤柱等等的材料 天未光就開始煮粥了 要煮好粥, 除了火候要控制得好 還要每隔一、兩分鐘就要攪下煮粥 這樣才不會黏底 等煮粥滾到差不多 就可以隔三至五分鐘才攪一次 挺困難的 不然大家早餐 怎麼可以吃到又綿又滑的好粥 那些材料, 例如我現在吃的魚腩 你怎麼可以保持它這麼好的狀態 這麼滑, 這麼新鮮 因為河魚本身來說比較腥 是 他們一定來說要比較新鮮才行 如果隔了一段時間來說 或者四、五個小時 它已經開始…魚質開始變 變成死魚了 四、四、四 會有腥的…有腥的味道 所以我們為了要保持新鮮來說 每天要入幾次貨 買完兩、三個小時 至少入五次 每次都是幾十斤、幾十斤的鱉 最高紀錄是拿了多少斤的鱉 最高紀錄是三百斤的鱉 謝謝你 謝謝… 解釋得這麼詳盡 真的嗎? 這個是我們的頭盤 吃完這一頓之後 接著那頓主菜, 可能會… 走出來吧 這樣 慘了, 要預算很多日做運動 有興趣一起去嗎? 大先生, 一起去嗎? 好, 有空, 跟你一起去 有空嗎? 要星期天才行 今天不是星期天, 不要約會 是星期天約會 稍後回來 寶怡和她的朋友 會繼續帶我們去吃她的最愛美食 謝謝 這樣蟹很大隻了 寶怡, 你說要給我吃一頓 你帶我來街市 打算去買菜, 你家裡煮一頓很棒 好, 這是很棒, 真好吃 是, 這裡樓下可以買新鮮菜 樓上有好東西吃的 我已經安排了 還有位好朋友等著我們 這個是餐前小吃 這是, 這是, 我們這是椒鹽 這個是辣東吃的 其實我頗怕椒鹽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炸得… 有點炸得太過了, 沒鮮味 對, 這個就很鮮 我吃海鮮 不是,我先拿一塊,你們先吃一塊 進廚房看看 你多吃海鮮嗎? 我是超級海鮮粉絲 海鮮粉絲 你沒有敏感? 沒有 敏感我也吃 我減死肚痛也吃 煮什麼,明哥 我們今天做了一條龍頓頭腩 龍頓頭腩,圍著圈這樣下去 把東西倒進去,切了一塊東西 要炸多久? 三分鐘左右 三分鐘 對,三分鐘 龍頓頭腩炸好之後 再配合由番茄和雜菇做的醬汁煮一煮 這樣就完成了 我不介意,你這麼快回來嗎? 搞定了 我們說海鮮經 有,我們有龍頓 你說有龍頓嗎? 不猜你? 剛才德斌說 問我隔不及到處去吃 我不介意 海鮮豬頭腩,我減死了 哪兒好吃就去吧 對,最重要是好吃 但是不是的,有些朋友擔心髒 但我覺得不是 你應該多吃一點細粉 就不好 有抵抗力 如果肚子很餓,就當清常人嗎? 對 香港我覺得控制得很好 那個意識也有 這個是… 龍頓 龍頓 對,茄汁很冷 茄汁很冷 這個魚的做法… 牠先用一個蛋黃 稍微拌勻在魚上 然後用滑意,炸起來 吃得很脆脆的味道 謝謝 這個魚真的很美味 牠的皮真的有點脆脆的 剛才發現這個碗是你的碗 是高祥聖的碗 高祥聖的碗是高祥聖的碗 高祥聖的碗是高祥聖的 說起來… 怎麼了? 很奸的,怎麼這麼奸的? 這是什麼?鴨… 鴨,看來是鴨,這麼大隻 你看這樣做之後 毛鴻以前人家做狗肉 好像燜狗肉那樣 狗肉? 狗肉,不要了 首先加柱喉醬 然後加老抽 然後搓勻整隻鴨 之後就下鍋炸 炸的時候,油一定要滾 這樣炸出來的鴨才會皮脆肉嫩 鴨皮開始變金黃色就差不多了 你看,多金黃 之後再燜多半小時 讓鴨肉入味,再配耳可憤 這道招牌菜,陳皮狗仔鴨 就大功告成了 要喝點河粉嗎? 好,一定要吃 好嗎? 一定要… 它一定吸收了味道 對 我吃到一些花椒八角 一定有 花椒八角 一定有,很重 如果拍戲是吃這些 不是吃道具飯,當然是… 就是這樣 做演員當然希望 拍戲也是吃吃街牛 但是你要看他們的運氣 你吃得多道具飯 就是說你開工得多 開工多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好事 對 對,謝謝你帶我來 做得好 做得好 浦哥,雖然這區舊了 但有很多好東西吃 有什麼好東西吃? 不是這塊… 有什麼好東西吃? 這麼巧,你站在這裡幹什麼? 好東西吃 等我來 當然 來… 有些好東西吃,來… 今天有什麼好東西? 明知你來了 做骨膠,你看看 好… 牛肉怎麼樣?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吃嗎? 今天牛肉… 牛肉… 牛肉? 你說好吃,我才吃 好… 我在外面等你 好… 謝謝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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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餐餐很熱氣嗎? 不會,很多人覺得吃火鍋熱氣 吃完頭龍痛其實是誤解的 是 很多人吃火鍋是燒的 人們吃完頭龍痛是因為太熱… 不是,太心急 我就是那種很心急 一來已經把熱騰騰的東西放進口 好,這是什麼底子? 這是花蟹豬骨火 很棒 我家裡吃火鍋,我通常不會坐 我通常這樣… 來…嘗試大家一起站在這裡 嘗試氣氛 我應該特別介紹一下這些 這是什麼好東西? 骨膠原… 骨膠原 對,按住骨頭骨肉是非常好吃的 為什麼? 因為是骨膠原,非常爽,非常滑 這個我也不太驚喜 因為我經常吃 每次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骨頭骨都可以找到 這個就是天生雪蓮果 很清甜,我試試這個生的 我試熟的 可以當水果吃油 它的口感好像雪梨一樣 很清甜 它介乎雪梨和綿霧的口感 很爽甜,很清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雪梨 它是在哪兒出產的 原產是南美的烏拉圭 但現在在中國的寒大地方 已經有很新的 冷的地方也有嗎? 是,冷的地方 對 小籠包應該是蒸的吧? 對,所以煮也可以 這個它又沒有給我吃過 這個剛才聞過了 很多時候酒樓有很多用剩的材料 但是值得的,它完全沒有浪費 就把用剩下藍的材料 全部張碎了,放入餡料 加了一些鹹菜、蔥 加了一些皮仔的調味 一點點也不浪費 而且是非常好吃的 真的可以 對 真的可以嗎? 可以 這個真的可以 現在也有一個飲食的趨勢 叫做覺醒飲食 就是把這些吃的東西完全不浪費 所有的東西都吃光了 像你吃魚,除了吃魚肉之外 蜂魚骨可以熬湯、熬湯 完全可以用回整個食材的原料 真的不應該浪費 沒錯 我爸爸教我一句說話就是 農夫種米耕田很辛苦 是的 粒粒粒辛苦 是的 所以大家不要介意 不如我吃飯的時候 我吃一粒飯也會爬乾淨 這個魚是甚麼魚? 什麼魚? 像我猛仔魚 真的叫猛仔魚嗎? 好,我們夾三片 好 為什麼叫猛仔魚呢? 聽說是因為很容易捉 一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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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些人說 他的樣子變口變臉 也很猛的樣子 所以就叫猛仔魚了 猛仔魚這個名字真的… 是不是香港才這樣叫的? 對,不過就像龍躉一樣 對 是鹹醉魚 但不要理會魚的纖維比較粗 你說纖維很粗 但是它有一種都可以 我想是魚本身的味道 對 還有一些煙的感覺 很有趣 而且油脂也很多,吃起來很滑 一會滑就是因為油脂 是的 那又要減肥? 有一點雪人、雪乳的那種 油脂的香口那種味道 你還沒回答我,那就要減肥 魚油,又跑步了 魚油不怕嗎? 魚油會去哪裡? 魚油可以去到胸部嗎? 去到胸部嗎? 去不到胸部 你不用了吧? 當然不行… 其實我覺得你吃東西最好就是… 熱热… 熱热 趁熱热,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我們最怕拍攝導演不喜歡放飯 飯盒都離開了,冷了 你還不吃?等什麼時候? 對,通常我們會做醜人,會發聲 是嗎? 導演,不如先吃飯吧 放飯 還有一次我們吃飯盒 打開沒多久 我想大概三分鐘左右就已經鋪滿沙 我們拍火舞王沙的時候 在零下的沙漠 我打開飯盒,雖然很熱 但是牙開始… 時刻有點風 遲些沙拉 那你吃不吃? 吃,沒辦法,對不對? 但是也好 我們… 用風法 對,在我們人生的旅途上 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在沙漠裡吃飯盒是吃沙的 對 你看蟹真的很有趣 你看看,他的樣子多凶狠 還挺霸道 打上海油真的很甜 對 你也不好玩 坐下來,放下慢慢吃 好 大家在鏡頭看到的 這個不是假的,是真正的解鋪 很鮮味 你看看,讓它拳到 這麼重 我記得我在澳洲拍了一個落神輯 給蟹拳身 然後他叫我們很小心蟹缸 因為蟹缸很大 曾經有人試過整個手指弓 被蟹拳掉了 所以叫我們… 蟹很大了 對,很硬 很厲害,很巨型 你試試嗎? 來吧,撕了那麼久 你怕我的手髒而已? 不是,我怕你辛苦而已 來吧 來吧,你吃吧 來吧 你說兩兄弟也怕什麼? 來吧,我還有一隻… 我給我一隻,來吧… 拿著… 你的照片 是嗎?這個糕是高牆盛的 很厲害,Jacky 是嗎? 是 這個你看看 不要點東西,答應我 是 來吧 好,多… 多謝 撕個隻給你,好嗎? 給我自己就行了 你自己來 是… 好,真是謝謝你 雖然大家吃得不太飽 謝謝你,阿山 吃得不太飽 對,我還沒介紹給你們的 下一節回來 除了有Pogo和思琦之外 寶怡從腰弄到 蔡蘭跟大家說說 四川菜為何會令人越吃越著迷 謝謝 今天很難得邀請了兩位 我很欣賞而又敬重的前輩 和一位美女一起吃飯 所以我選了一間很有特色的菜館 去招呼他們 這裡的景色 我選擇股金對照相應成綴 希望他們滿意我的安排 大家看到我這樣笑,一定很開心 因為今天我開心的原因 你聽到笑聲 就是我的偶像全部都在一起 蔡先生,多謝 多謝 廣長… 明天我們送你一條小小小小的 然後我現在能帶你到達 吃飯 我們四川水 我再次被找到 我一條詩琦 請我再次遇到 我這次不會喝 喝水 一條一條四川水 你真是真是這麼真是 不,很漂亮 他們兩個之前說你很沽寒,對嗎? 不是 是不是沽寒嗎? 我… 你說我的沽寒嗎? 我說他省錢 不,我的省錢 我說你千萬別說他沽寒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說什麼都行 你…其實我還沒吃 今天看到你吃什麼了 看到,全部都會 全部都會吃 其實我還沒看到,我已經出汗了 四川,四川的菜 其實我以前不吃辣的 是,一點辣,一點辣都不行 然後開始進去國內拍戲 開始接觸到四川的成都 我第一次在成都吃水煮魚 那感覺怎麼樣? 麻…麻…不是辣,是麻… 直接說這個… 直接說這個 全都麻掉了 四川的麻辣特色菜水煮魚 是怎樣炮製的呢? 師傅,首先把芽菜、筍、大蔥 和青瓜等等的配料落鑊煮一煮 而水煮魚,顧名思義 就是先把桂花魚片用滾水稍微灼熟 以保持肉質的鮮煉爽滑 再放入麻辣的湯料之中 要將麻的味道再提升到另一個境界 這些四川五香辣油就是精水所在 再加上大量的紫蘭椒 和另一個主角,花椒 可以說是麻辣的全圓 看到這麼多紅薄薄的辣椒和辣油 就已經感受到 這道水煮魚的麻辣程度有多厲害 簡直帶你進入前所未有的麻辣世界 怪不得這麼多人吃過就上癮了 辣,我就喜歡吃泰國菜 泰國 四川菜,我喜歡吃麻 但是麻是另一個層次 你吃過後會覺得這個麻和那個麻的香 麻的辣度是不同的,是一個世界 我剛才說的,你會感覺到這道菜全麻 也不是人們想像中說的辣味 味道不僅僅是辣的 有個麻,麻也是分成層次的感覺 然後開始我就喜歡吃 對,開水煮好嗎? 開始熱了,我也熱了 那些辣椒跟麻辣火鍋 例如煮滷火湯的原來一樣 會不會是… 要煮它,要留一部分 然後再煮辣,要用很多次 來煮還是用一次才能發揮辣味呢 他們四川有些火鍋是研究點的 是說一次永遠…一百年都是這樣 有些也是要煮剩一半,然後下次再煮 一次這樣加下去 可以這樣做,可以不這樣做 對,其實我也很想吃一件事 就是辣椒通常用油,就把辣椒放進去 那油是辣油 是的 然後那些油怎麼處理呢 還有再用嗎 那些東西不是,在香港雲丹麵那裡 叫辣油 這裡另一道招牌菜 川椒豆腐牛肉 豆腐其實就是豆腐花 因為口感做得像豬腦那麼幼滑 所以叫做豆腐 而這道菜的醬汁 是由各種不同的辣椒 還有辣豆瓣醬和大蒜碎粒 等等不同的香料炮製 真的淡淡都這麼辣 這些醬汁麻辣的味道 加上牛肉的嫩和豆腐的滑 三種口感互相配合 混合一起吃 令到這道川椒豆腐牛肉 可以說是麻辣湯 鹹嫩香鮮七味俱全 難怪是愛好麻辣之人 必食之選 你吃過四川菜的人 一看到這個 你看看,全部都是辣椒 全部都是辣椒 全部都是辣椒 吃起來很好吃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常人 我久不久會想起這些菜 雖然很辣 我根本就要來 你種的毒不是辣的毒 是麻的毒 那些花椒… 你現在是常人 如果你種辣的毒 你會追求去吃泰國菜 這是一個萬聖的中毒 是… 是好的中毒 好的中毒 像是花椒毒 像是女人一樣 像是花椒一樣,都是中毒 蔡先生,我們為什麼叫了一個菇 這個菇令我想起我們十年前 你就邀請我… 已經有十年前 有,你邀請我蔡蘭探世界 去了加拿大的溫哥華 我們又去了Victoria 那天我還記得下雨 可能蔡先生擔心傘冒著雨 然後就走到山上 然後就開始… 這個菇… 好像海參一樣 但是呢,多數你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毒 是太過鮮艷的就有毒 是嗎?就是太過漂亮 太過漂亮的就有毒 就是好像… 女人公 幸好我們在斯基盤 不是…不是太漂亮 是… 就是獨得了 就是獨得了 獨得了 獨得了 沒有獨得了 我還看到當時 你才問我有關於女人的問題 你究竟結婚了嗎? 是獨得了 獨得了 我又想問一下蔡先生 其實還做 蔡先生,你結婚了嗎? 結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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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不毒? 非常 中毒了? 非常…這個… 這個毒又好像辣一樣 又害怕又過癮 真的很快過癮 你結婚了嗎? 又是這樣 這句話 同樣的答案 又是,又害怕又… 你害怕中毒 你害怕中毒 還沒結婚就不用結婚了 有很多人沒有結婚 不是一定的 結婚總之是一個很野蠻的制度 這樣他們發明我們為何會聽他的話 我結婚是因為… 完全是因為我爸爸媽媽逼的 既然都在一起了,為何不結婚 這樣你就結婚了 不是,我不是,我結婚 這樣嚇得來就很多人 不是一個而已 他是閒你一個,那裡死火 你最緊張的司機會吃辣的東西 很辣… 幾十年前,我稍後跟我說 他最想他以後的生活 去吃、去客,又有錢賺 當然 現在他已經完成了這個夢想 很久,你知道嗎? 對 有吃飯世界 有很多人演 那時候是在那裡灑一灑 那時候是… 現在很享受世界 你要往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你一定有夢想 夢想,然後你自己又要有目標 是 你跟著朝著目標去,一定行 不是,一定行 最少有五成行的機會 好,如果你不朝著目標去… 你的目標去就零了 就沒有了,零了 但如果你朝著目標去 最少有五成 但這些是一百分之一 一零一,是不是 又去攤世界了 對,為何孤寒話,說來聽 我也不是很孤寒 其實我覺得應洗得洗 因為剩下的東西不太容易 所以… 這是你所當然 應該買就買 但是… 應該買很貴的手袋 那些應不應該 對 你覺得沒什麼要用的 就不要買字 他真的有需要用 我很需要他 我就買你回來 對 你們做藝人已經不同一套 不是這樣想法 應該怎樣給人家 做… 對,是什麼東西 另外一套 做父母 跟平常人不同 你別當自己想的東西 平常人是想得通,想不通 對 做了藝人已經不通 對 我真的想不通 對嗎? 做父母也會遠 對,你真的賺錢賺得很辛苦 對 真的要省一點吃 但是如果是一天獎金 不如抽獎,抽到 那些東西… 得樂很容易 不是不如 得樂是很容易的 這個請… 好,下一波二哥 好 說… 最近我真的覺得 幸運前 最好是自己隨身 又捐助一下 真的… 乾杯 捐助一下 任何團體都好 做這件事 好嗎? 有… 一元也是捐的 五萬元 我猜你應該會捐兩元吧 請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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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漢是沒用的 而且真的不一定 年之內做的東西是好看的 對 不一定 不一定 烏漢杯 已經有種感覺 看得到嗎? 烏漢杯 然後這個 又有感覺 我喜歡這個醬菜 鏡頭內外都是這樣的 但都是這麼直接, 瞭蕩 不過也不能說 不過… 我覺得是… 其實鏡頭內外都不直接 有很多演技上的東西 我很想… 對, 你出去… 在你拿東西放在我的桌子裡 對… 你現在說了我那份 我在電視頻裡 很少數 我很想… 還沒合作過, 但很想合作 我又是一個知識分子 沒有多多 我跟你說, 沒有多多 哈哈哈哈 不過, 這裡要多謝阿寶言 謝謝阿寶言 謝謝阿寶言